全球电动汽车产业 一个估值高达1.5万亿美元的庞然大物 由特斯拉 比亚迪等行业巨头 以及各国政府共同塑造 他们将全部资源都投入到了电池技术上 然而就在这个看似固若金汤的格局之中 马自达却出人意料地宣称 他们掌握着一种能够颠覆一切的技术 这并非一种全新的电池 也不是什么前瞻性的充电设备 而是一项在20世纪50年代 曾被人们遗忘的发明 这项技术因为过于独特 一度被视为失败的尝试而遭到弃用 它就是转子发动机 一个源于德国的创新理念 曾被历史的尘埃所掩盖 如今却再度焕发生机 向整个电动汽车世界发起了挑战 这项尘封已久的发明 正以一种令人瞩目的姿态回归 想象一下 一种如此与众不同的发动机 以至于大多数汽车制造商都对其敬而远之 然而它却又如此令人着迷 甚至创造了一个传奇 没有活塞 没有复杂的机械连杆 只有一个三角形的转子 如同机械的心脏一般持续跳动 它的结构异常紧凑 重量轻巧 并且蕴含着超越其外表的强大动力 理论上 这本应是一场划时代的革命 但这场革命却显些夭折 蜜蜂剑容易失效 燃油消耗速度惊人 甚至超过了车主们的承受能力 而且排放的尾气也污染了空气 一家又一家公司选择了放弃 几乎所有人都退出了 唯独马自达坚持了下来 1967年马自达凭借其Cosmosport110秒车型 震撼了整个汽车行业 这款车是首款搭载 双转子发动机的量产车型 紧随其后 在20世纪70年代末 传奇的RX-7诞生了 它不仅仅是一款跑车 更像是一种文化象征 轻盈灵动 以高达每分钟9000转的轰鸣声驰骋于世 驾驶它仿佛加入了一个秘密的精英社团 仅仅是听到它的声音 就足以让人为之倾倒 然而这个美好的梦想在2012年戛然而止 最后一台转子发动机驶下了生产线 被日益严苛的排放法规 和挥之不去的可靠性问题所扼杀 这本该是故事的终点 但传奇不会真正消亡 它们只是在等待时机 它们如同黑暗中的低语般存在 直到有人鼓起勇气 将它们重新带回人间 2025年马自达不再是低声细语 而是向整个电动汽车帝国 发出了挑战的宣言 转子发动机强势回归 这一次它的目标直指电动汽车产业的核心 因为马自达始终拒绝放弃 大多数企业都认为转子发动机 是一项失败的实验 成本高昂 油耗惊人 并且与当下这个追求效率至上的时代 格格不入 但对于马自达而言 转子发动机从来不仅仅是一台发动机 它更是这个品牌的灵魂所在 在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 当丰田和日产专注于 为大众市场生产实用型轿车时 马自达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它投入巨资 研发转子发动机 创造出仿佛拥有生命力的汽车 这是传统的活塞发动机 永远无法比拟的 RX-7不仅仅是一款跑车 它更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明 证明马自达能够凭借其纯粹的创新能力 与全球汽车巨头们并驾齐驱 对于一个长期以来都活在行业巨头阴影下的品牌而言 转子发动机是它的呐喊 宣告着我们存在 我们至关重要 然而除了企业的自豪感之外 一种更深层次的文化也随之诞生 从东京的街头赛车场到加利福尼亚 再到新西兰的漂移赛事 转子发动机几乎获得了如同神话般的地位 车手们沉醉于其高亢的轰鸣声 改装爱好者们则通过涡轮增压等手段 将其性能推向极限 一个庞大的社群由此形成 让这份激情得以延续 马自达不仅仅是在销售汽车 他还在创造一个传奇 尽管面临日益严苛的法规 并在2012年停止了生产 马自达仍然拒绝放弃这个理念 在20世纪90年代 他们测试了轻动力转子发动机 而在2023年 他们悄然的在MX-30E-SKY-ACTIVA-EV车型上 安装了一个小型转子发动机作为增程器 这证明他们从未停止对这一概念的探索 在外人看来 这或许只是一种怀旧的情怀 但对于马自达而言 这是一项未尽的事业 因为在马自达总部所在的广岛 转子发动机并非被视为一个错误 而是被视为一种宿命 而宿命无论需要多久的时间 终将迎来它的回报 2025年的公告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 2025年1月27日 马自达首席执行官毛龙盛洪先生走上舞台 发布了一则重磅消息 转子发动机即将回归 这既不是简单的怀旧 也不是给忠实粉丝的预告 而是一项正式的宣言 在广岛的秘密研发中心里 马自达一直在默默地对转子发动机进行革新 不是将其作为一件古董 而是将其打造成对抗电动汽车帝国的有力武器 首次公开亮相是在2023年10月的日本移动出行展上 Iconics P概念车造型低矮而优雅 明显带有初代RX-7的影子 但其引擎盖下却隐藏着一些颠覆性的技术 一个双转子发动机与电动推进系统相结合 它的体积足够紧凑 可以紧贴底盘布置 同时又足够强大 能够提供365马力的动力 其能源使用的灵活性也令人称道 可以兼容汽油 生物燃料 甚至合成燃料 而在2025年 马自达更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毛龙盛宏宣布成立一个专门的转子发动机开发团队 该团队于2月1日开始运作 负责完善这项技术 使其能够最终实现量产 工程师们证实 他们正在研发一种双转子系统 该系统不仅适用于混合动力车型 也适用于高性能应用 最为关键的是 该系统的目标是克服转子发动机 此前面临的最大挑战 即满足包括欧洲的O7排放标准 和美国的LEV4排放标准在内的严苛法规 正是这些曾经导致转子发动机走向没落的规则 如今反而可能成为其复兴的契机 行业内部人士透露 Iconics P的量产版本 有望在2026年问世 前提是马自达能够找到理想的商业模式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该公司公布了其资产优化战略 计划通过重用平台降低成本 以及提供灵活的动力系统 使转子发动机能够与纯电动汽车展开公平的竞争 这不仅仅是一项工程技术 更是一场思维方式的革命 在这个价值数万亿美元的行业里 几乎所有人都坚信 未来将是纯电动汽车的天下 而马自达却勇敢地站出来说 还有另一种选择 电动汽车帝国真的如此坚不可摧吗 十多年来 全世界都在热烈讨论电动汽车 仿佛他们的胜利已是板上钉钉 分析师预测到2030年电动汽车 将占据汽车总销量的60% 从布鲁塞尔到北京 各国政府已经为内燃机书写好了死亡通知 数万亿美元的资金涌入了电池工厂 充电网络和基础设施建设 电动汽车帝国似乎已经势不可挡 王座上作者特斯拉 这家公司将电动汽车 从一种小众实验转变为一种文化符号 特斯拉真正的实力 不仅在于其制造的汽车 更在于其庞大的生态系统 遍布各大洲的超级充电站网络 夜间自动更新的软件系统 以及一群将该品牌 视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忠实拥顿 紧随其后的是比亚迪 这家中国巨头在全球销量上 已经超越了特斯拉 凭借其自身的完整供应链 和较低的劳动力成本 比亚迪能够以惊人的规模生产电池和汽车 他们的承诺很简单 以中产阶级能够承受的价格 提供长续航里程的电动汽车 这似乎是一个无懈可击的策略 但任何帝国都有其潜在的裂痕 充电仍然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在大型城市 快速充电桩正在迅速普及 但在小型城镇 偏远地区和发展中国家 对电池耗尽的担忧仍然非常现实 里程焦虑并非空穴来风 而是数百万人的日常困扰 此外还有电池本身的问题 电动汽车大约25%到30%的成本 都来自于电池组本身 而制造电池所需的鲤骨和镍等 关键原材料 都来自于地缘政治不稳定的地区 这导致了供应瓶颈和环境问题 在使用了7到8年后 当电池寿命终结时 更换电池的成本 可能与购买一辆新车相当 甚至连零排放的承诺 也并非完美无暇 电动汽车只有在其电力来源 是清洁能源的情况下 才是真正的清洁 在那些主要依靠燃煤发电的国家 电动汽车可能留下与汽油车 同样严重的碳足迹 因此尽管电动汽车 占据着新闻头条和公共政策的中心 消费者却仍然犹豫不决 他们会问 我能方便的找到充电站吗 电池能用多久 将来转手的时候还能值多少钱 这些疑问就像是帝国地基上的裂缝 而马自达正试图利用这些裂缝 来推广其重新诞生的转子发动机 转子发动机与电动汽车 谁将成为真正的赢家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机械 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理念 指向一个共同的未来 这场竞争首先从效率开始 理论上 电动汽车在这方面占据优势 能够将超过80%的储存能量 转化为动能 而传统的转子发动机 只能达到大约三分之一 但马自达正在试图改写这一游戏规则 他们的新策略是将转子发动机 作为增程器使用 而不是作为主要的动力来源 在这种模式下 转子发动机可以以恒定的转速高效运转 从而有效地克服了以往的缺陷 并凸显了其固有的优势 其次是排放问题 电动汽车以其零尾气排放而自豪 而转子发动机仍然需要燃烧燃料 但马自达声称 其最新的设计采用了直接喷射 先进的冷却技术和高科技的催化剂系统 能够大幅减少污染物排放 如果再配合使用合成燃料或生物燃料 转子发动机将不再像一个恐龙 而更像一个坚韧的幸存者 接下来是续航里程和加油便利性 这对于日常驾驶者来说是最为重要的考量 电动汽车通常承诺400到500公里的续航里程 但充电可能需要数小时 而配备转子发动机的混合动力车型 则可以在几分钟内完成加油 并且续航里程可以轻松接近1000公里 之后才需要再次停下来 仅仅凭借这一优势 就足以让那些对完全转向电动汽车 犹豫不决的潜在买家认真考虑其他的选择 至于驾驶体验方面 电动汽车加速迅猛且安静 但对于某些人来说 他们似乎缺少一些灵魂 而转子发动机则以其独特的 高达每分钟9000转的轰鸣声而闻名 强劲的动力伴随着几乎没有振动感的平顺运转 以及一种让驾驶者难以忘怀的引擎声浪 电动汽车带你到达目的地 而转子发动机则带给你驾驶的激情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未来 电动汽车在政策上占据着明显的优势 电池的价格正在持续下降 但是如果监管机构能够接受碳中和燃料 那么马自达的转子发动机就有可能抓住这个机会 在一个电动汽车有沦为家用电气风险的世界里 提供更长的续航能力 独特的声浪和充满激情的驾驶体验 全球汽车行业的反应是迅速而直接的 马自达的首席执行官不仅仅是在宣布一款新的发动机 他是在向世界上最强大的汽车制造商们 发出了直接的挑战 特斯拉作为无可争议的电动汽车领域的领导者 其根基远不止于制造汽车 它的统治地位建立在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之上 包括遍布全球的超级充电网络 不断更新的尖端电池技术 以及一个更像硅谷科技公司 而非传统底特律汽车制造商的软件驱动的运营模式 从理论上讲 特斯拉似乎无需惧怕马自达 但转子发动机却提出了一个危险的想法 那就是驾驶员可能并不一定需要特斯拉庞大的充电网络 对于那些仍然对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和充电设施不足感到不安的消费者来说 马自达的计划无疑在他们心中拨下了怀疑的种子 中国的电动汽车巨头比亚迪已经悄然超越了特斯拉的全球销量 他们的成功秘诀很简单 提供长续航里程低成本的电动汽车 但马自达的转子发动机可能会颠覆这一成功模式 如果马自达能够以更低的价格提供续航里程相当的混合动力车型 那么比亚迪这个建立在成本优势之上的电动汽车帝国 可能会面临其发展历程中的第一次重大冲击 对于丰田和本田来说 马自达的复苏几乎像是一种验证 这两家日本汽车巨头一直坚持不完全压住纯电动汽车 而是同时投资于混合动力 氢燃料以及多种其他的替代能源机 助马自达的大胆举动无疑强化了他们的这种观点 即内燃机仍然有巨大的净化空间 而未来的汽车世界或许并不只属于纯电动汽车 但在欧洲汽车行业的反应却截然不同 宝马 梅塞德斯 奔驰和奥迪等豪华汽车巨头 已经投入了数十亿欧元的资金 用于发展其纯电动汽车项目 并承诺遵守欧盟严格的气候目标 如果马自达能够证明其转子混合动力车型 能够满足欧期排放标准 同时还能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更长的续航里程 那么这些欧洲汽车公司可能会被迫重新考虑 他们对纯电动汽车的压注是否过于仓促 马自达的公告并没有立即推翻电动汽车帝国 但它确实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有些人将其视为一种威胁 而另一些人则将其视为一种救赎 从加利福尼亚到斯图加特 从上海到广岛 全世界都在关注着这家无所畏惧的小型汽车制造商 它正在挑战着全球汽车产业的现有秩序 激情还是政治 谁将决定未来 对于汽车爱好者工程师和监管机构来说 转子发动机从来都不只是一台简单的机器 对某些人而言 它象征着一种身份认同 在日本的汽车聚会上 一辆保养完好的RX-7的出现 仍然会引起一阵轰动 人们纷纷举起手机拍照 当引擎发出标志性的轰鸣声时 仿佛数十年的汽车历史 都在那一瞬间重获新生 正是这些忠实的粉丝拒绝让转子发动机彻底消失 他们不断改装翻新和更换零部件 只为了让那独特的声浪能够继续响彻天地 对他们而言 马自达在2025年发布的公告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 更像是一场期待已久的救赎 在位于广岛的马自达总部 这种情感上的联系则更为深厚 尽管监管机构已经做出了淘汰转子发动机的决定 但马自达的工程师们从未真正放弃 在20世纪90年代 他们就开始测试轻动力转子发动机 而在2023年 他们又悄悄地将小型转子发动机 安装在了MX-30E-SkyActiva-EV车型上作为增程器 每一次尝试都是一种沉默的反抗 一种低声的抗议 表明这种独特的发动机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他们的坚持最终迎来了转机 但是在车间和测试场地之外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战场全力的走廊 在布鲁塞尔 华盛顿和北京监管机构 正在为一个零排放的未来制定着严格的规则 对他们来说 马自达的这一举动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上的好奇 更是关于内燃机是否能够在 为一个安静的未来所设计的世界中 继续生存下去的问题 合成燃料 生物燃料 碳中和承诺 所有这些都将在真正的立法机构中接受考验 而不是在实验室里 因此转子发动机的回归 不仅仅是一项技术上的复兴 更是一场激情 政治和不懈坚持的复杂交锋 一方面是那些拒绝放弃的忠实粉丝和工程师们 另一方面是那些要求更清洁未来的政府部门 而马自达则勇敢地站在中间 敢于同时挑战这两方 转子发动机真的能够颠覆电动汽车的主导地位吗 马自达的转子发动机之路并非一条坦途 它分岔成几条通往截然不同终点的道路 在第一条道路上 转子发动机可能成为一个利基市场的有利竞争者 马自达的混合动力车型和跑车 可能会赢得那些对纯电动汽车仍然犹豫不决的爱好者 经常需要长途驾驶的人 以及那些居住在充电基础设施 仍然不够完善地区的人们的青睐 当电动汽车继续占据市场聚光灯时 转子发动机则在自己的轨道上稳步前行 过往的辉煌在未来的世界中依旧能够听到回响 它或许无法推翻电动汽车的帝国 但它会不断提醒人们挑战者依然存在 如果世界发展进入第二阶段 情况可能会更加有趣 合成燃料变得更容易获得O7和Levis等排放标准被成功突破 马自达的混合动力车型在价格上比纯电动汽车更具精力 那么突然之间不仅仅是狂热的汽车爱好者 普通的家庭用户也可能会开始选择搭载转子发动机的汽车 电动汽车的普及速度可能会放缓 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在纯电动和内燃机之间摇摆不定 整个汽车行业可能会在两条道路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 然后就可能进入红区 这是一个几乎没有人预料到的场景 电池供应链出现严重的崩溃 充电网络不堪重负甚至瘫痪 电网在努力实现脱炭的过程中步履维艰 与此同时 马自达不断完善其转子发动机技术 而丰田和本田等大型汽车制造商也纷纷加入到研发行列中 监管机构可能会减轻对内燃机的限制 内燃机不仅得以幸存 甚至可能强势回归汽车舞台的中心彻底改写游戏规则 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世界将走向何方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 马自达已经迫使整个汽车行业放慢脚步 重新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 电动汽车帝国不再是唯一的选择 未来的交通方式现在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 这是一场关于未来的争夺战 2025年马自达不仅仅是复活了一款传奇发动机 他还在重新提出一个世界似乎已经认定有了答案的问题 电动汽车真的是交通发展的必然趋势吗 或者内燃机是否还有机会重生重塑自我 并再次发起挑战 转子发动机的回归并非胜券在握 电动汽车拥有巨大的发展势头 政府政策的支持 以及一个万亿级的生态系统 但马自达的策略是直接攻击这个庞大帝国最薄弱的环节 续航里程焦虑 充电设施匮乏 以及人类对纯粹驾驶机情的渴望 现在发生的一切已经超越了马自达本身 他关乎创新 是否必须遵循单一的路径 还是多种不同的未来可以并存 因此战线已经划定 一边是电动化的静默前进 另一边是转子发动机 那充满叛逆精神的呐喊 你会选择哪种未来来驾驶呢